首先感謝John Munkett 提出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大賬給我們公司Informatics 第二年獲得這個時代同事都會覺得獲得獲得認同 都覺得很開心、很榮幸 最主要來說,我們做訓練都會幫HR設計不同的培訓項目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的角色有點像企業HR部門的一個智囊團 幫他們想起最新的趨勢,需要學些甚麼知識 幫員工增值 現在市場上很多趨勢都需要人工智能和大數個方面的知識 擺進他們的企業裏面 我們知道市場上的需要,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 以及引入專家的團隊幫助企業去游泥 去建立新的團隊去有這方面的知識 或者已經有基本的知識 我們再加強這方面的培訓 都擺進了很多功夫和設計的課程去幫他們 其實我們都跟很多HR談過 很多年輕員工不喜歡打工的 但他們很喜歡做一些平衡 或者是想有自己的事業 我覺得很需要的,其實是怎樣幫同事 去令到他們知道 其實你本組崗位,其實好像你的生意一樣 亦都可以讓他們的建築更多 當然當中那個人工的配套 怎樣去獎勵的設計 其實這些是很需要加進去的 當然我相信現在的新世代 需要的是自由度 而和傳統的HR的想法是剛剛好相違背 所以這方面如果可以做到一個調適 其實我相信會容易處理很多 我們支持它們 這是新人的心命 來配套 我們吃到女生 這方面 我們吃到外遊 之間 我們吃到一個